小哥 小哥 住手 哥 大狗子 你終於忍不住了吧 放開我妹妹 你怎麼不忍了 成俄一邪本身就是行山 那你和你的兄弟就走不出這山谷了 把我妹妹放了 好 有兩條 一 回到那塊石頭上去念經 二 你就過來吧 把我妹妹放了 開嗎 你幾日不見功夫進掌 我今天要殺了你 為我死去的父母報仇 沒想到你的鐵頭弓這麼厲害 孟 小子, 看我怎麼是扁的 哥 大狗子, 你不是要找我報仇嗎 來呀 我給你拼 你這隻大笨狗 我要讓你看看, 你哥哥今天是怎麼死呢 小哥, 我要讓你看看, 你哥哥是隻大笨狗, 他是大笨狗 哥 我給你拼啊 回宮, 回宮, 回宮 這, 去哪兒啊 這是後山上 天亮了 嗯, 亮了 是第三天了 什, 什麼第三天 師父有言 師父說, 讓我在第三天, 必須把信交給大師兄 大師兄呢 大師兄去跟他們談判了 那怎麼辦 師父說, 讓我第三天必須交給大師兄 這 你 哼 笨蛋 開 啊 哇 哇 快 啊 啊 啊 走 快走 走 快 师弟们 师父说让我们冲出去 师弟们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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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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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送你一程吧 抓他手 你 我还以为来了个什么武林高手 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 孙爸 还望你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成佛 老子杀人如麻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成佛 不许你对我师兄动粗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灰空 你来干什么 来帮你 今天我送你上膝监制吧 你你拿283 怎么 修得无礼 维空 上 哥 哥你要小心啊 大师兄 批杀 大师兄 大师兄 起 大师兄 起 你快把你打了 燒啊 我当年出家练武 就是为了找你报仇 可是后来佛告诉我说 仇是不能终止的 于是我就打消了报仇的欲望 可是现在你非要逼我报仇不可 你越是想杀了我 越是杀不了我 不是吗 本性是佛 无念为宗 顿悟成佛 佛能帮你打赢我吗 好 我承训你 孙霸 今天我要为我死去的父母报仇 师弟们 你们还不知道我背着多大的仇恨 在我没有出家之前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户 当时民不了生 众一口脖地无法忽口 于是我就在山外开着积木地 到了秋收市 他们 他们就突然闯进来了 大叔 把东西还给我们 把东西还给我们 我们怎么活呀 都去划给我们 划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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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拼了 你们干什么 斩草输均 别让她跑了 赶 Mythical快跑 赶 dav's a 爹 娘 当年 我无处可去 就把女儿幼的妹妹 托付给邻居家抚养 我置身进了少林寺 是个多年 尊巴 你还不肯放过我们 现在 又抢了小鹅 父母的血债 我能饶过你吗 你哭什么 我突然想起 我还有个儿子 刚刚满月 你杀了我 就等于杀了我们一家三口 我知道错了 你是朱家人 就放放自卑 饶了我吧 作恶多端 胡心玩意 不玩 不玩 我们不是有句话叫做 放下土刀 立地成佛吗 就算我儿子 较幸能活下来 他将来一定会再找你报仇的 哥 哥 他既还有个满月的孩子 就 就饶了他吧 小鹅 小鹅 想当年 我也是小小年纪 就没有了父母 好在我还有你 现在杀了他 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再生 只要他答应 不再胡作非为 就放了他吧 我发誓 我知道罪恶多端 今后我连一个蚂蚁都不伤害 你饶了我吧 别过来 哥 不然我就杀了他 放了大师兄 这 四十弟 五十弟 小鹅 我和孙八的仇恨 就由我来了吧 孙八 你放了他 我是大师兄 都挺我的 退下 孙八 我们可以不杀你 但这天要杀你 地要灭你 不杀你 这天下的百姓 我真的能放过你吗 哥 爸 我给你拼了 大师兄 如果你开启 我不让你拼了 我还是爱死的 你这样 他会会再判死你是 叫你 平安 是 薇 鸡 老明 fala 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哥 仇人 哥 我们的仇人死了 我们终于报仇了 阿弥陀佛 你不距了 大师兄 这是师父给你信 师父说他如果三天不回 必有大难 让我们立刻下山 到洛阳王府去找他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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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你的徒弟们全部到齐了 欢迎你们 好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你选择帮我成为皇帝 还是选择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向死亡 躯 来 ics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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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只好先解决外面那几个 把刀来 把刀来 惠弩 惠弩 来 要的就是你们和尚打开杀戒 快 杀掉他们 快 杀掉,杀掉他们 师父 师父 快走 不可伤他的性命 不要靠近他 想杀朕 只怕能杀朕的那个人 还没有出事 你们根本不是对手 我负慈悲 高齐 你会晤吧 尹血太岁 尹血太岁 好久没让你饮上人血了 委屈你了 尹血太岁 这是传说当中一把杀人不流血的宝剑 弟子没有注意 剑怎么在你手里 剑怎么在你手里 tour 鬼奴兄弟 大师兄 小心 他家伤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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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看出了这里的秘密 你从何处学到这血腥的剑法 从我打算 飞王自立的那天开始 我就练习这套银血太子 你们今天都要死在我这套新的剑法之下 受死吧 师父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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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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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 我打算 我打算 你打算 剑法独辣 你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怎么办 看来 只能用一花五叶的正法来隐藏 师父 我们从来没有一花五叶 你们五个人就是五叶 你们的功法加起来就是一花五叶 师兄师弟 不斩 师兄师弟 水月净花 他人都不是一花六叶 他人都不是一花 都是一花五叶 巨战 他人都不是一花五叶 yez 不补烈花 不补烈花 班师 点头 花疏地落 花疏地落 且慢 放她走吧 谁敢朝朕放箭 谁敢朝朕放箭 好 高齐 我奉皇上的旨意 请你到叶城去 请你马上启程 当今圣上在等着你 皇帝啊 你到叶城来吗 我把皇位让给你 皇帝 天马 离开 神话 荣 谢谢观看